《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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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沟通 白天拍戏 晚上过来录节目 但是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协调了 对 要不然对其他就是大家都不公平 直到我们为了一条时间 这个事情双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所以如果我们砍在这 纠结在这里的话 对你 对节目组 对于剧组 其实对任何一方都没有特别好的好处 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办法了是吗 一点办法都没有 已经把剧组那边时间就是每天的出工时间 已经比之前延长了很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还是不能挑 挑不了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所有老师都会觉得我很奇怪 我也全力地去跟剧组去协调 跟节目组协调 但是两边的时间现在撞得死死的 说你一个女一号 大家基本上都面与着停工 我觉得要不然这样吧 就是我们 就是再去调一下一个时间 就像之前那样就是 有白天拍戏 然后晚上再赶回来这样 就是再试一下 就我们为了上次录之前的那个 你脸着转了三十多个小时 那对你来说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去展现演员 展现赵物思一个过程的一个最好的地方 那我们剧这边的合同是潜在线 我们要有七月精神 而且剧那边已经拍了那么多天了 那我们肯定说只能节目这边 我们选择退出 然后后面再看 就是那天是拍戏 然后拍完戏录综艺 然后录到一点 然后回去拍照片到四点半 然后五点出工 然后拍戏拍到中午十二点多 说真的就是很对不起大家 就那天上午的时候 那个状态就特别特别不好 就是我是个很少背不住词的 余老师说 如此你要不然回去睡两个小时 因为到最后 余老师让我跟那个志玲对戏的时候 我也听不进去他在说什么 就很多杂念 然后我发现我发现我做不好任何一件事情 我是演员 我还是要对我自己作品负责任 我真的特别想为了余老师 我来演集拍其实就是想 第一是想学东西 第二就是想演一个 自己之前没有演过的 一个就是新的挑战 你知道演员是什么 他就像个蓄水池 掏掉一半的时候就要蓄满 掏掉一半永远不要自己 那个底线超过那一把 所以我就希望你说这次 从这离开以后 我觉得但凡有空 回来听听课 我觉得对你是有好处的 这里的大门反正随时为你敞开 你要什么时候想来 你过来听听课 一日为世终身为父 他永远都是你的老师 有空你可以多跟我聊聊你的想法 比如你想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什么样的东西能打动你 因为很多年前 我跟杨幂演和赵丽颖 都说过这样的话 我说你们要记住 今天演丫鬟的状态 当你演女一号的时候 你随时要去吸取新的养分 我跟你讲赵丽颖一直非常好 你看他演完了陆征 我的路真大火 人家去演个仙侠花千古 对吧 花千古演到很好 人家马上去演 珊珊来了现代戏 现代戏这个演好 楚乔专很厉害的女孩 那种热血女孩 而演完了 他去演个清晨时光 清晨时光演完了 又演那种非常温柔和善 平静的小女人之风 他那样路走得非常好 我一直非常喜欢赵丽颖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 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女孩 他真正热爱表演 要爱惜羽毛 赵丽颖 我希望你的是前程四景的 你是个好苗子 我想尽我的力量 来告诉你我的感悟 结果没那么做 好吧 今天很晚了 然后咱们就用这个话题 来结束掉它 我希望你能做到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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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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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